C30军用运输机 载着十位立委飞往太平岛 登机前一行人还在机前 开心合影 没应前一晚在立院工房 留下卷容 蔡英文总统在这个任内 他自己都没有去过太平岛 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 在520就职前 就这任结束前 能够赴太平岛来宣示 在最近的一次 已经是八年前了 我们也正式的 希望向外界宣示 我们捍卫主权的决心 话说的好听 但阵容却从18人 大幅缩减到10人 除了陈昭姿代表民众党 其余马文军 江启成 赖世保等人 都是清一色国民党籍 凌晨6点从松址部飞屏东 起点再转搭C130预书机 大约10点半登岛 夏季后与国军打完招呼后 便一同用餐送魏问津 接着又在南疆索要国碑前合影 视察战备操演 江启成还从岛上寄出 四封明信片 分别送给韩国瑜 卢秀燕和自己 其中一封给准总统赖清德的 写下中华民国 永保太平 你我有责 南卖太平岛考察团 短短停留不到三小时 下午一点就起飞返回屏东 约4点半回到松山机场 快省时机点 刚好选在普丁结束访钟后 不给中国难看 却有施压自己政府的味道 太平岛不是不能去 这个时候去南海 对台湾毫无注意 反而一不小心 就把台湾跟唯一的国际麻烦制造者 中国绑在一起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当然会给人家感觉 是否是真的说是 想要去捍卫主权 或者说是 要去跟中央人民共和国 某种程度的一个相呼应 那这是会让人感到质疑的地方 蓝白无视质疑声浪 敢在520前登岛 打什么算盘 他们自己最清楚 新闻综合报道 MOD自由选 自选50 自选20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